中午休息才要回去上班 就听到公司可能要放五星假 淘金公司和企业工会协商 6月1号起 货运作业相关同仁 每两周多休一天 其中一天无薪 其他单位每月多休三天 其中两天无薪 正定时事三个月 同仁配合公司减班休息 因为现在航班量下降 不代表是实施五星假 桃圆机场一片空荡荡 看不到旅客之外 柜台旁边的商家 上班的员工也只有几位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 据统计4月份相较去年同期 客机作业价次大减81% 卧机作业价次 虽然逆势增加约20% 整体营收仍下滑70% 由于疫情关系 除了机场缩减人力 国际旅游市场也缩小 实在是冲击国内经济 到底何时才会采放国际旅游 判断大概未来有三个月到半年 在国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之前 我们就是以国民的旅游为主 有关于交通部相关的这些规划 当然都是一个应该说超前准备 当然疫情有变化的时候 那相关的计划 那也必须做一些改变 尽管逃情实施减班 国内疫情目前也有趋患现象 但对于国境何时会开放 除了民众关心 这也有关这些淘情远攻的生计 记者林州镇江婉伦桃源报导